李安瑞 这是你儿子 你看看吧 这不是儿子 他怎么可能是我儿子 那 带着你的野种出去 出去 你别自欺欺着 你知道他是你 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小杨瑞 这就是你爸爸 你如果不承认 那我拿你的DNA结果 去找记者 用这个 就可以得到你的DNA 你学我 休想 你干吗 那我求求你给我 给我 给我头发 够了够了够了 莎莎 别生气了 你看你 越生气吃的越多 吃的越多你越胖 走啊走啊你 我不要你这儿 让你走啊出去 我一样 让我那红的就给你 我不用走 你又走上班 沈樱沈是不是 马上上 我拜托你小时点吧 你看你先是有德行 你说你干嘛 你什么都好的小姑娘 你怎么成这样 我劝你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我 我是你 看见现在的我 你会喜欢我 收购对于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过 而且这批设备差不多450万人民币 风险实在太大了 你们为什么不申请银行贷款呢 顾小姐 是这样的 目前国内正在执行应该紧缩政策 贷款需要时间 然而我们没有时间 如果您同意我们以收购的方式购买 我们可以给您一共利息 这样跟你把钱放在银行是一样的 没错 而且我们还可以签订一个意想书 保证盖年公司五年之内 所有的设备都从贵公司购买 这个我们要仔细研究一下再做的 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决定 我们还有很多供应商需要去谈 今天啊 那好吧 谢谢你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不如一起吃个晚饭吧 吃饭的时候你告诉我决定 吃饭那就算了吧 我怕不好的决定让你失望哦 我知道你不会的 哎哟哟哟哟 空气里全是维他命C的味道 娜娜 橘子吃多了脸后变黄的 认证期需要缓解银行 你说什么 认证期 娜娜 你别告诉我你就是认证期了 谁会来 事无庸 对不对 除了他还会有事 娜娜你怎么这么傻呢 我不是傻 我们两个再谈一份 总是这样 爱让女人失去了理智 即使是你这么凌厉的姑娘也一样 可是 你现在几个月了吗 大概有两个月了 我的老天爷 那那个风流鬼会的那孩子负责吗 他也要说他会啊 我就当场割腕 早该提醒你离他远点的 为了表示歉意 我会给小宝宝设计几套衣服的 我现在就去叫小艾买点可爱的小棉布 注意休息 我 我还以为你会说为了表示歉意 会去帮我给吴做工作呢 啊 你提一下说的时候下来我差点犯心脏病 你应该跟我说一声 对不起费总 我看到当时他班的情况可能会陷入焦虑 所以我素别紧张 我一下求生之才 别紧张 你说的没错 对 对 你要把车卖了去做吸止手术 那种吸了之后还能保证你还活着的 至少得花八九千 你那辆货车卖得了这么多钱 卖不了 我就找个便宜的地方做 便宜 想便宜不要麻醉师啊 像个硬汉那样做 还能省个两千 你的问题不在于钱 问题在于 数钱得要结实 你结得了吗 嗯 你中邪了 我得拉警报 我还有个事没弄明白 为什么跟别的工作上谈的时候 你没有提到一项书的事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顾小姐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跟他达成合作 我想什么你都明白 安田 和西风国际他们怎么样 他们同意 让咱们做发布会 我就知道 一出马肯定什么都能解决 你是最好的制作人 但是费用要让咱们自己来承担 这个没问题 这点钱我们还是拿得出来的 还有 如雪今天晚上就从香港回来了 我安排他明天去和新门国际签约 如果后天咱们有摄影机可以用的话 就可以准时开机了 你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找到新的供货商了吗 供货商 我们已经联系了几家 但是正在比较价格 德南 对于咱们现在来说 差几万块钱的意义并不大 最重要的是能够准时开机 我知道了 好吧 那我先走了 你们抓紧时间 飞总 如果普通公司真的不肯给我们收账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拍不了广告了 更别说发布会呢 发布会发布会 对了飞总 昨天您说过 您要找天使公关的叶蓉小姐 还记得吗 对啊 你现在给她打电话 坚持要求剑打 看她接不接 以苏雷的名义打 她和苏雷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 哦 您好 天使公关公司 请问哪位 我是苏雷的朋友 好的 请稍等 叶总 是苏雷小姐的朋友 您好 我是叶蓉 你好 叶总 我是苏雷的朋友 同时也是 盖人公司的总裁助理 我叫林乌迪 哦 你好 我想知道 你是以苏雷朋友的身份找我 还是以费德南助理的身份找我呢 两者都有 那好 如果你是苏雷的朋友 你有事我会帮 但只局限于私事 如果你是费德南的助理 那么请你转告他 叶蓉在天堂 还没回来呢 哦 那好吧 谢谢你叶小姐 再见 他说他在天堂 还没有回来 看来上次B&B发布会 对他的打击很大 不过我们要是不找他的话 肯定请不到广告界那些大人 所以必须请到他 吴庸 放下你手头的一切工作 马上陪我去叶蓉办公室一趟 现在到楼下等我 费总 有事吗 我找吴迪 啊 罗安姐 吴迪 马莎莎要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什么决定啊 看得出来你这连续小岁更好 继续把水 这样 董事长好 你们好 有时要请你们吃饭好吧 快快快快快你这个播种机缘 嘉明 你这么说会伤害我们这些感情你知道 你啊 伤害了娜娜 我跟你没什么感情可言了 怎么了 荷美冷对的 你怎么一看 嘉明刚刚对我们的态度 把我说得个麻风病人似 谁都不让碰了 原谅他吧 人们对不认自己孩子的人 总是会心存鄙视的 都像我这么宽容啊 好了 走吧 孩子吧 我算是看着 你们是要帮我披风 嗯 别疯 我们等可又用台湾在这 你觉得叶蓉会喜欢什么花呢 他能想上天堂肯定选菊花 错 他这种女人喜欢贱男 对不起 叶总说 干娘公司的人一概不见 绿小姐 你待会儿定是今年的新款吧 真漂亮 谢谢 谢谢飞总 他这么小 很多人都注意不到呢 那是因为戴在你身上 让人想不注意都难 帮我通知荣姐吧 你看 我还带花 看在花的份上 帮帮我 那 那 那我去试试看了 身体发肤兽之父母 让人割自己的肉 再去反对 违背自然 事与愿违 你要是吸纸 我倒可以理解 如果我有钱 我也把自己整得漂漂亮亮的 在那个薛飞飞面前晃 只要能气到他 我死都瞑目了 你卖车我同意 吸纸就算了 因为你吸了也是白吸 迟早还会再涨出来 不过 你要把卖车的钱 拿去买股票 那就不一样了 那涨出来就不是脂肪 而是 钞票 莎莎 你要是把车卖了 若送不给你急呀 那可是人家送你的礼物 我想 胖不胖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爱自己 对自己好 不管自己什么样子 只要真实都很可爱 莎莎 你本来就不胖 压根就不用减肥 可是我以前一点都不胖吗 我就是想恢复到 我以前的样子 我想让你们知道 我也有渺小的身材 我也有漂亮的脸蛋 好了好了 明白了 走 翻车去 林肯定 坚持 坚持做我自己 你终于把这一条情报 嗯 你不是一直让我接着飞得难 看看都有什么女人找她吗 看看她跟那个飞飞都不在 我终于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了 哈哈哈哈 哦 你怎么不问是谁啊 她的那些女朋友只打她的直播电话 能让你接到的也只有两个可能 一 咱们的客户 二 咱们是她们的客户 咱们是这么电话 她们俩都不在 我刚电话响得没完 我就接了 谁打来的 陆林 那生意啊 又软又甜 普特公司的 哦 你认识 以前去海南拍片的时候 听说过她 听说她什么 漂亮又能干的富佳女啊 听上去好像另一个女 谢谢你的评价 她来电话说什么 就说找费总 如果费总不在 找那个费费 我说她跟我说 她也不肯 东南现在在哪 好像去了艺人那公司 好大一束花呀 刚好是我喜欢的建兰 真是让小气的费总破费了 说我小气 你不小气吗 哦 自从上次发布会以后 这么长时间了 你也不肯给我改错的机会 不给你机会 是不想让你错上加错 宝贝对不起 不是不想 你 别洗肥笑脸 唱一张朴实的 朴实的 打起鼓来 翘起落 推着小车来送货 车上的东西实在的好啊 有姑娘喜欢的小花 不小花砸得线微波 穿上球鞋跑得快 打球赛跑不怕 请付小费给这两位卖一的分 荣姐 别这样 我们还有一个盛大的发布会 等着你帮忙呢 我发过誓了 投胎三次 我都不会再跟盖年合作了 因为你的原因 我丢失了很多重要的客户 你没法跟他讲 人家在会记仇啊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个会记仇的女人 好吧 就算是吧 软硬就吃 吕贝 关灯所门下班 行为战务不胜的武器 容姐 你干什么 快快放开我 否则我要叫警察了 容姐 我挺小就把你当我的亲姐姐 而且你还是我的偶像 你处理所有的事情 都能来大方得体 容姐 你听我说 我爸常告诉我 德南啊 人家叶蓉是国内最好的公关专家 他在我身边工作的时候啊 就非常出色 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你要好好向他学习 现在你果然有大出息 容姐 看在你这概念 公司关系那么长久的份上 我有什么错误 你就教教我 好了 到办公室 把人家介绍一下吧 哎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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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迪还没有来这话吗 他刚才打电话说 同意我们学长了 他就没说别的吗 哦对 他还说马上过来跟我们签合同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今天穿这身衣服他见过了 我不能一天之内让他见两次 我穿同样的衣服 我得回家换衣服 你们等着 吴迪迪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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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顾不上你 你说我这套衣服就没有换 吴迪 哎 顾迪 你怎么来了 我以为你要晚一点呢 我还以为 以为你是退院接我的呢 嗯 来 这儿请 我的美丽 我回来 我回来 我的青春 我的美丽 我回来 我的青春 你去跟他说说 小艾 我地板认裂了 我 我 我 先说吧 再说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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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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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娜 帮副林小姐打杯咖啡进来 什么 怀疑会影响你的听力吗 贝德南 我恨你 喂 文切 贝德南跟那个顾零一起进了办公室 顾小姐你好欢迎你来我公司 顾零这是无用 你好 你好 顾零啊好久没见你了 你还记得我吗 我可是一直都惦记你了 吴总 今天我还向费总问几名 很奇怪 你怎么没和他一起来 是吗 哎呀你这么说我心里很高兴啊 哎 你今天耳眼空没有 不好意思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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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请坐 不用啊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那该休息吧 反正也快下班了 我不这么认为 我作为公司的副总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我应该在场 我这么认为 不用 回头见 吴迪 坐吧 吴迪 你们走啊 我们仔细研究竟提出来的方案 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马上过来 顾伯伯的公司就是效率高 你们看一篇合同吧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签了 谢谢 吴迪 去看看合同 哦 哎哎 吴总吴总吴总 我正找您呢 干什么呀 我要休年假 休年假不行 公司先赠吧 不许修 吴迪 除非 除非怎样 除非你辞职 不行不行 吴总 我 我生病了 我要做手术 你生病了 干什么 你把胃撑破了 我 我要做个吸纸手术 吸纸 你什么时候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了 我要找回我的青春 为了这个 扣我的公司也无所谓 嗯 决心倒是挺大的 哎呀 啊 如果你走了的话 你至少应该找个人清理工作 没有秘书这工作没法干 哎 嗯 嗯 那个 裴呢 裴小姐怎么样 正好你们两个人还有个照应 打住 好 我拨回你去哪身心 哎呀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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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找罗兰 罗兰行吗 那你 打算吸多少斤 三十斤 三十斤 我就没见过那么好的二十小夏立 他就今天刚开了一天 啊 啊 好吧好吧 你们一会儿来看车吧 嗯 啊 人家一会儿来看车 你可下定决心要慢了 今天就来啊 今天就来啊 哎呀 你说 我要不要跟罗兰在上面的上 你 你刚刚决心不是下的挺大的吗 你可自己考虑清楚啊 不过我觉得吧 你要是商量了 这手术估计做不成了 你们家罗兰才舍不得让你挨刀子呢 而且我觉得 你要是提前让他知道 就没有那种 惊喜的感觉了 反正他让外地出车去 卖了他 这才是你的风格 走 咱们出去等买车的人 很快 我就能是这种效果 走 走 小时候我有个问题 一直想问 还没来得及问 已经去南方了 什么 我记得你小时候常穿一件 小翻领的衣服 为什么老反着穿呢 你说的是那件粉红色的 后面有几颗扣子的 对啊 人家就是那种款 嗨 我说呢 你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一直非常特别 谢谢你帮我解答了这个疑惑 为了表示我的感谢 晚上我请你吃饭好 嗯 废总 合同已经看过了 没问题 再去检查一遍 我已经看了三遍了 又再检查三遍 安倩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下班啊 有客人在 你好 你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客户总监李安倩 安倩 这是普通公司的顾林小姐 你好 我们刚从顾小姐那儿订了摄影机 哦 但愿这次不会再出什么问题 概念和我们公司说的 也是十多年的老关系了 虽然中间中断的联系 但我们彼此还是很了解的 对 所以就在今天 我让他们公司回到了概念的供应商队伍里 好 那这批器材什么时候到货 明天 谢谢你顾小姐 哦 时间已经不早了 耽误你们下班了 不好意思 李小姐认识您很高兴 费总谢谢您的合同 吴迪再见 吴迪 吴迪 送一下顾小姐 哦 她怎么不跟我说再见 你怎么不跟她吻别呀 什么话 我们从小是朋友 她爸爸以前是我爸爸的供应商 青梅竹马 咱们俩才是青梅竹马呢 你是不是把一瓶子销售都撒在身上 不是我 是吴庸 吴庸追狗孤林 吴迪知道 不信你问吴迪 你就往她身上推吧 你怎么不帮我说话的 算了算了 就把合同放好吧 等等吴迪 新盟国际的预付款什么时候到账 应该马上就快到了 这笔钱到了我们只能偿还一些小的债务 发布会怎么才能弄到一些钱呢 你们天才能支援我们多少 费总 天才可能支援不了多少了 吴迪你几乎拥有整个概念 不要那么吝啬嘛 不不不费总我不是这意思 现在股市跌得厉害 所以天才一下拿不出钱来 不过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用天才去做贷款 现在不是银根紧缩吗 对 现在是银根紧缩 不过天才从来没有贷款过 而且幸运优良 如果苏雷肯帮这个忙的话 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那还不快去做 好 我马上就去 我来公司两年了 我来公司两年了 第一次见你这么认真干活 这是改鞋归账的啊 这有什么账呀 这都是我自己的账单 狗改不了吃 大傻 孙蓝 乌顶 你来的太时时候了 赶紧 帮我把这些账单整理一下 哇 这么多 你都干嘛呢 我还能干嘛 享受呗 购物呗 可整理这些账单 一点也不享受 你帮我把这些账单整理完了 然后帮我把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都是刷爆的 帮我重新全部开通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 想要什么说吧 那等我帮你处理完之后 你能不能陪我去趟亚洲银行 小意思 叶老头 苏伟 来 坐 坐坐坐 来 帮我认真吧 我哪有那么贤惠 后面有个贤惠的 谁呀 叶总 哎呦 吴迪 什么有空 看我的老头呢 叶总 我有个事想请您帮忙 等会儿 你的事一会儿再说 先帮叶老头把线穿好 哎 好的 叶总 你有什么要缝的呀 啊 小年包 我是治颈椎的 放到微波炉里头加热 不小心就弄破了 你看这 盐都洒出来了 我来帮你 整天搞这些稀稀古怪的保健术 你是想长生不老啊 但愿如此吧 哈哈哈 哎 苏蓝啊 这事 可别跟我老板说 我是跟他接什么要费呢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转告 哈哈哈 好了 弄好了 你看 吴迪给你帮了这么大的忙 你打算用什么回报呢 不用你说 多 来 给 不用了 不用了 就这破玩意儿 给吴迪帮点贷款吧 贷款 好了 剩下的你们两个谈吧 我就不听了 啊 苏蓝 慢走啊 这个女人呢 来来来 坐 吴迪啊 你看看 老头子这两个眼袋 去 给我弄两个茶包 打你走了以后啊 就没人管我这老头子了 哈哈 好的 没问题 你等着我 我马上回来 哎 费总 我回来了 怎么样 超级无敌相中 现在是万事俱备 新门国际刚刚打了电话 说他们的预付款已经到账了 我们订的三幅毫米摄影机也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费总 不过费总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加上今天早上刚贷的款 概念总共千天才有一千多万了 为什么总在高兴的时候你就要给我泼冷水呢 因为人总要做好最快的打算呢 我答应你 只要债务一到七 你立刻查封概念 我 没关系 你处理账目吧 我去看嘉明开工 他就真的没有压力吗 概念的危机展示度过了 现在大家都努力为费总的终极目标忙碌着 李总已经见了许多重要的供应商 吴总也一样 在谈判中一如既往的争取好价格 陈道凡事亲力亲为 从策划到拍摄 从造型服装到造具的检查 如雪放弃了其他的广告和商务活动 加盟了我们的广告 他和费总的亲近 让李总看上去一个大叔 日子一天天过去 哦 新盟国际和概念联姻后的第一个广告片 终于诞生了 OK 一条过 大功告成 这女人怎么这么优雅 你看她那手 她那脖子 打得咋就不行了 这都是钱堆出来的 有钱什么气质都能培养出来 咱马莎莎不正是用你所鄙视的金钱 去追求你所神往的气质圈呢 这都过去好几天了 这家和手术做的咋样 也不会再汇报一下 我想至少应该比这个孕妇强吧 刘南 刘南 黄总很满意 辛苦了 还可以吗 如雪小姐 开得非常好很满美 谢谢 我们要用最好的发布会来回报你这么精彩的表演 不客气 这是我的工作 如果一定要回报 我就要你柜子里的那些瓶子 刘南 过来一下 不好意思啊 什么瓶子我给你瓶子 你没了 你先开心了 怎么了 我难受死了 我转了那么久 我腰都要断了 我还晕 我还想吐 你 要不要去医院 不用了 我能不能找个舒服的地方休息一会儿 或者我去吐一会儿也行 张玲 陪她去洗手间 对不起李总 我下楼接个电话 你刚说话马桶 说可脏了 你等一下我再找你 走吧 吴迪 好我马上过来 吴迪 你刚才说财务公司又怎么了 财务公司和普通公司又来催款了 那六百万的贷款和四百二十万的预付款都用完了 费总 没用完但是剩的不多了 可是我们还要付摄影通的案件 我们还要补之前几个广告身体的窟窿 我们还要换财务公司的利息 好了我知道了 你再拖一拖和他们打打太极 我真的没办法打太极了费总 财务公司已经跟我们打电话说了 如果我们再拖下这的话 他们不要起诉我们的 建议 概念被抵押的消息什么时候会公布 好像是明天 但是财务公司如果知道这个消息呢 就更糟了费总 他们会提前起诉概念的 别说了 继续跟财务公司抽水 吴迪我相信你 你一定有办法的 我让吴勇马上联系律师 帮天才起诉概念 天才一申请诉讼保全 概念的债务就会被暂时冻结 财务公司想催债也没办法了 可是费总那批债务是存在的 我们迟早要还 吴迪你接管概念以后 可以申请债务重组 我们不是想赖账 只是想争取时间 照我的话去做吧 我这心里怎么这么慌啊 他行吗 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全国最低调的律师 宅男 最长记录一个月也不下楼 不爱和人说话 所以呢他的 语言功能退化得很厉害 一会儿先问你们就知道了 对对对就要他 快跟他打电话 吴迪 你去跟他联系 就说是宋先生向你推荐他 记住 千万别提我核档的名字 知道了 喂容姐 你马上就到了 好 我们在会议室等您 再见 容姐马上就到了 我们去讨论发布会的事情 律师的事就交给你了 可是费总 真的要天才提起诉讼吗 我认为这只是个形式 我怕万一 万一不是你考虑的事吗 你只要照我的意思去做就行吗 文姐姐姐 贵娜你太紧张了 你会把不安传人给孩子的 文姐你不知道 我给你收到你大声的账单 我一看到账单 知道我以后的悲惨生活 可她是无辜的呀 她不想跟我过哭了是吗 好吧 为了孩子 你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冷静不下来 她一直在闹 让我怎么冷静了 安静别让她炸话 把她带帮个事去 叶蓉来了 这么乱功弄得像什么样 在谈论我吗 蓉姐你来了 蓉姐 叶蓉姐 嗯 裴娜 你的脸色不太好 去休息吧 还有 我给你个小小建议 你应该穿点宽松的衣服 和平底鞋 这样会让你放松点 你也知道了 那个肇事者 还不打算负责任吗 真不知道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 到底能做好什么事 湘多不负责任的男人 是我 以后太多了 听到谁 牛弩在男人 你会有点好吗 我叶蓉 你会把他朋友才发现 让您受委屈了 对不起哦 你别这么说吧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 可是你要知道 我现在一点都不比你好受 现在外边各种各样的 舆论压力都要把我逼疯 我这次来嘛 就是想承担 我该负用那部分责任 这张卡里存了三万块钱 赶紧去把孩子拿掉 剩下的钱买点补体 我扔你个混蛋 你拿我当作才小姐 你赶紧出他很难看我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不是觉得你经济困难 所以想想想想想给点帮助 想帮我 好了那你娶我 我不要你拿臭钱 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三万块钱 随你处置 是存愿好活跃好 你自己看着办 我反正把留着 结婚的事 免谈 我去开会 你自己反而照顾自己 行 宝贝们 这样是不行的 来 认真点 把胸脯挺起来 对 我要的是一群骄傲的 小孔雀 来再来一遍 给日水看看 导演 怎么了 筹备发布会 他们在等你 哦 那好吧 你来陪如雪 记住 他们的动作一定要统一 啊 大飞 你来指挥 你干嘛 陈导 让我加入舞蹈队吧 我也想跳舞 请你摆清自己的位置 你只是个走位的模特 想从走位 站到这个神圣的舞台上 这么看虽然没有几步 事实上 距离非常非常之远 明白吗 而且你的脖子 我真的不喜欢 还有你这件衣服 快把那蝴蝶结果剪掉 为你是蝴蝶 想飞上天吗 可惜啊 你没有强壮的齿 真的 我学过跳舞的 不信您看 很好 你可以带领小朋友们 做广播体操 但你不是跳舞的亮 相信我的判断 我需要的是 专业的舞蹈演员 明白吗 所以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折磨我 小爱 大 现在你就是这里的警察了 看好了 别让这姑娘靠近舞台 干些傻事 知道了吗 好的 如雪姐 您喝不喝水呀 谢谢 不用 连着工作了这么多天 您辛苦了吧 还好 您怎么不带个助理过来呀 自己多么方便 小爱 我有事先走了 告诉嘉明 有事打电话随时联络我 好的 小爱 去够够不到的东西 伟帅 我已经发了200分邀请函 要求客人们在晚上7点半抵达 发布会预计将在8点半开始 嘉明 你们的演出排练得怎么样了 以我的标准看呢 永远撑那么一点点 不过普通人看应该很好了 嘉明的作品永远都是贴着免俭标签的 谢谢 这是发布会的酒单和菜单 其中包括 威士忌 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 酒方面不要吝啬 至少完整项目塞的 那些碎木头的就不要给我了 我妈妈对酒是非常挑剔的 这个你放心 不过因为我们对酒水和食物的要求都比较高 所以要预付30%的酒水钱和饭钱 剩余的费用将在发布会结束之后支付 预付 容姐我们不可能预付费用的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只记得你答应过我 不会削减我的预算 怎么了 后悔了 这不是削减 我只是说希望在酒会结束之后再付款 这是不可能的 预付费用是这个酒店的规矩 可是30%太多了 他们通常都是预付50%的 那等等 我得给我的助理打个电话 在这里做主的不是总裁 而是助理 他负责预算支出和银行业务 交钱的事我当然要问他了 吴迪 我问你个事情 我们有没有可能给酒店支付一笔预付款 大概十几万左右 好 他同意了 好了 我没有问题了 我有问题 我想知道我的演员们什么时候能进会场进行彩排 现在排练场地比实际演出场地小很多 我们需要提前24小时去安装灯光和布景 你可以在安装期间彩排啊 不可以 那些讨厌的工人会一直看我和我的演员们的 叶蓉 你再帮我另外找个时间吗 嘉明 如果你不喜欢那些工人 你可以不看他们 撞过头去 或者闭上眼睛 但是你必须在他们工作期间彩排 因为我要节约成本 德南 我正想跟你谈一谈成本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预付电工 音响室的酬金 还有整个会场的租金 这些我没告诉过你解决办法了 全部赦账 小爱 嗯 送你的 甘露王 这个呀 是我男朋友替我像活佛求的 据说他能增长人的财富呀 生命呀 还有智能 我知道你信这些 这个就送给你了 我无欲无求 这种东西还是留给你这种欲望多的女孩子吧 哎 小爱 小爱 他跟你计为什么呢 他用甘露王贿赂我 甘露王 你这是我妈当年为福西求的 哎呀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把他居然送给了那个狐狸精 这个狐狸精为了跳舞 居然把他送给了你 我 我要是跟工人们说涉账 我敢保证 一眨眼的功夫 所有的人都会跑掉 吴迪 过来一下 请原谅打扰一下 如果你认为你的助理可以负责预算和成本 他又应该待在这儿 而不是像这样被你邀来喝去的 容姐 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 可是这位女士和那位艺术家见了吴迪就浑身不舒服 对 我要保护我的势力 那你就闭上你的眼睛 费总 李总要付给工人们预付款 我们除了要付给酒店的百分之三十外 还有现金吗 还有的 我都请你准备好了 听见了吗 我们不是没有准备 那费总 我先走了 别 你还是留在这儿吧 免得费总一会儿一个电话来叫你 不 做吧 帝人老公司短命 她的好 为了那女人 定都不要了 行行 罗安姐 帮帮忙 到那边说去 这会儿功夫 我都听你说了八遍了 我给你说 我给你说 你说那个女人有什么好 细腿长脖子 插着毛 就是这 脱脚 好 一心而论 那个女人身材是可以的 可以的 这个女人要晒高一点 身材也是可以的 我的天 这是谁呀 哇塞 这是奶奶的什么呀 大饼里面的小猫子里了 老实说你是不是顺便做了个拉皮啊 怎么新闻纸之后一点皱纹都没有啊 我暗明清亮地皮肤啊 虽然收起皮肤 放开 哎呀 不要跑 走 行 先去 走 沙沙这回真是日暮北风 吹雨虚舞 树芳新瘦 初云来 一代健宽 终不悔呀 哎呀你们这些女人 没见过美女呀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付演员劳务费呢 美丽可不是免费的哦 真的 这笔钱我想在演出三十天之后为他们支付 什么 啊 三十天 我的名字叫我第一 我相信我能重发地区 我知道该有什么赢得胜利 自己凭自己才对自己注意 功夫在一起怎么比怎么比 像人的成熟白的一白的一 我们也有理解不准 围使用转移 这创 cri 如果《色员》 yard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